大家都知道李飞奥是黄晓明曾公开承认过的前女友之一 俩人在合作录顶记的时候擦出火花 李飞奥在拍完录顶记之后基本迎来了事业小高峰 但为了想认真和黄晓明恋爱 一心扎在了教主身上 三年时间几乎没有接工作 只可惜这段爱情只维系了三年 李飞奥走进大众事业的荧幕秀是在08年黄晓明版的陆顶记里 一个温柔聪贵的僧柔被他演绎的入目三分 一个油条土不怎么漂亮的他却被人记住了 一晃六年过去 14年湖南卫视的真人秀《花雨少年》 他再次走进公众事业 这次他红了 年少时的青色没有烟鸭肥 瘦了十斤的他真的和以前大不一样 原来他可以这么漂亮 李飞奥的身材好了 美美的爱情也来了 前不久李飞奥被传恋爱了 男主角竟是《苏珂珠》里的金希彻 他们在节目里不光日常伴嘴斗剧 在吃饭和相互接触的过程中 各种放大着 早在7月份金希彻生日的时候 李飞奥就特地在零食零分送上生日祝福 没过多久 金希彻就回复了一句甜蜜的话 谢谢宝贝 让粉丝吃了满嘴狗粮呀 这么高调的互动简直太甜了 不管他以前跟黄晓明发生了什么 总之现在各自幸福就够了 真心的祝福他们